我今天要分享的是神的恩慈领我悔改 那个撒下九章一到十三节 说到大卫以恩慈带约拿丹的儿子米妃波瑟 他打发人去找他把他接来 并且邀他在王的席上吃饭 米妃波瑟是两腿都是瘸的 又住在罗底巴这个五草之地 他在大卫的面前无一点立场可以来得恩 但是他竟然得着了 这完全是因为大卫以神的恩慈带他 那我就觉得这一段的真理好像很容易理解 但是在经历上对我就觉得不是那么的主观 所以我就觉得主啊 在这一周叫我经历什么是神的恩慈 那有一天我就陪一个姊妹成心 结果这个姊妹后来就错过了成心的时间 那那天不知道怎样我就一把火上来 我就觉得怎么陪了你这么久 你还是这么的被动 在享受神的世上这么被动 不要读主的话 不喜欢主的话 好像都在生活的日子中可以不要神 我就觉得为他很难过 也觉得很伤心很生气 那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 罗马书二章四节就非常的光照我 这节说还是你藐视他恩慈 他丰富的恩慈宽容与恒忍 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这句话非常的光照我 我有什么好定罪他的 我不是跟他一样吗 我自己也常常在工作中 在生活中一忙碌我就完全忘了神 忘了神的话好像一整天也在那个五草之地这样过生活 很多操练上也是非常的被动 我不也是一样是个两腿都是瘸的 所以主啊我若是定罪他 我就是在那不以为神不会审判嘛 还是藐视神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丰富的恩慈 所以我就摸着神的恩慈是什么 神的恩慈就是他对我们人满有宽容与恒忍 他在那里等待我们悔改 神的恩慈是领我悔改 所以当我我就悔改主啊 但我我以为我在关心这个姊妹 其实我真的是满了定罪并且带着审判 但是主他来临到我们 他是满了同情 他不带审判 他不仅在我们得救的时候 在那里展示他的恩慈 他还要在我们的一生之中 一旨的一再的永无止境的 在那以他的恩慈来将他自己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来完成他的经纶 所以愿我们都能够被神的恩慈所改 在有他的心肠 在这个新人身体的生活中 我们能够以他的恩慈彼此相待 我们心存慈怜彼此饶恕 姊妹平安 我是三会所国夫区魏章玲兰姊妹 我今天所要声言的题目是正确的看和吃 在撒下九章十三节这里说到 于是米贝波社住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常在王的席上吃饭 他的两腿都是瘸的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大卫他保存了米贝波社的性命 而且他恢复了他一切的产业 甚至他常常邀这个米贝波社 在他的席上一同吃饭 但是这个经文的后面讲到一句话就是 他的两腿都是瘸的 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这句话就在我里面不断的浮起 我一直跟主说主啊 为什么这句话一直在我里面不断的浮起呢 似乎主一直在告诉我 你也是这样 你的两腿也是瘸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 既然大卫王他既然一开始就知道 米贝波社两腿是瘸的 但是他仍然与他一同作息 那大卫王他也就不会 也就不会因为他一直是瘸的 而在后来 那个觉得他 为什么他的腿一直是瘸的 而觉得他难看而在他赶走 今天我们就如同米贝波社一样 是 只要我们在肉身的一天 我们的腿永远都是瘸的 阿们 是 但是呢 这个米贝波社呢 他 他没有看他自己的瘸腿 他是看这个王 桌上的王扇 今天我们也应该只是注视基督的 喜乐平安与满足 阿们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常常当我注视自己的时候 我就落入那个 那个属灵的这个低谷的情形里面 但什么时候我注视主的时候呢 什么时候主又让我看见 他为我所预备一切的言习 还有他可爱的自己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 真的是求主 联名我们 求主联名我们 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和正确的吃 使我们的眼目能够常常来 注视他的荣耀 注视他自己所预表那个丰盛的言习 而不是注意我们自己的瘸腿 我们是我们要 使我们能够一直的来享受他 做我们的这个 享受他这个恩典中 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 然后呢 使我们能够渐渐的来观看 使我们渐渐的来变化成为 他的同样的形象 至终能够得以向他 正如他所示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是三会所 国父区王仁雅姊妹 今天分享声言的主题是 经历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灯心 提督书三章五节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疫情 乃是照着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这个经解说到 重生的洗涤是解除我们 解除我们救人一切救性情的东西 而圣灵的更新乃是将新的东西 新人神圣的素质 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借此我们从以往所在的老旧光景 就能转入全新的光景里 因此我们的一生中 重新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乃是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 一直到新造得以完成 我有个经历就是 没有一个罪人是不能得救的 除非他是拒绝这个福音 那我觉得我生来就是一个罪人 而且是一个没有爱的罪人 我就回想我得救之前 那时候二十几岁在上班 那有一个早晨 我就骑着 应该是骑脚车 我就要去上班的路上 在路旁我就看到 有一群人围观着 那我那时候我也很好奇 我不去上班 我竟然停车 我也跟着到前面去看到底是什么 大概就是一个乞丐在乞讨 那他看见我手上的一个饭团 那时候买了饭团 要去上班还没吃 那那个乞丐就指着我那个饭团说 你那个饭团可以给我吃吗 我说不行 这是我的早餐 然后我不能给你 然后转身我就走了 这个景象一直从我得救之后 随时 死而不死地就会浮现在我的脑筋里面 我就会觉得说 我真的是跟一般的人没两样啊 我是一个自私自利 而且是没有爱的人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无法成就异形 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异也没有善 所以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配得着神的爱 跟基督的恩典 但是感谢主我今天有主 救主神的恩慈领到了我 这乃是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 并且他保守我至今过造会生活 追求真理 使我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根性变化 至终能叫我活基督 有他的心肠对众人有恩慈 主啊 赞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